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仲哥 今天是11月28号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结盘 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待会跟大家讲 所以请大家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现在就先请大家 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另外这边呢 这个台湾雄用世界冠军呢 这边今天优惠呢最后一天 所以请大家还没跟上赶紧把握 今年盛夏会期的中哥全部买单了 因为这边中华队夺冠了 真是太开心一件事情了 所以请你赶紧拨打 0223219933 0223219933 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也要请大家拿起你的手机 帮我把这两个群组统统统都加起来 我的Lite小老鼠BBA582连续 Telegram是by17168 那请大家两个都要帮我加入 那更重要的是呢 请大家扫描这个QR Code 订阅我的YT个人频道 那现在也请大家帮我呢 把这三个QR Code呢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这个小忙 再来呢你来问呢 各来回答就是没有人提问题 那我就跳过了 那就是谢谢大家的爱心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呢 今天呢小跌35点 但是盘中呢看起来有点恐怖 因为呢盘中已经跌破了 跌破这11月1号的低点 那我们先前呢有跟大家聊到过 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个川普正式上任之前呢 大概率呢会维持着一个横向整理 区间震荡 但是请大家记得 如果真的不小心跌破了这低点的话 那请你记得要试舍缩减你的部位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 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23000点呢跟这23700点 还有22300点 在这三个点位呢 请大家特别记得 站上23000 我认为回到强势整理区间 那站上23700点更好 因为这边有机会来挑战这24000 但是如果真的跌破的话 那这边你真的要试时的一个收回限制 因为呢这跌破 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小麻烦了 所以这里啊你要特别留意 会不会是一个大M头成型 这种哥哥应该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这里呢这里的这个区间震荡 如果区间震荡你受伤了 没关系就是打起精神来 因为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一直都在 事实上呢这金融市场 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 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赔钱呢 就是开始就是垂头上气 这时候反而更要打起精神来 因为呢行情往往在你放弃的时候 开始突然出现了 所以现在呢请大家就是呢 还是要时时刻刻关心一下 这个区间呢会怎么去做发展 那事实上不只大家 不只可能大家觉得最近不好做 事实上连这种哥也觉得 这里呢不太好操作 但是还好的是呢 我们这边呢就是有常态性的避险部位 所以这里我觉得就还好还可以还可以 那现在看看呢方向呢什么时候会出现 那再来我们看到这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呢今天让人家觉得凉凉的 因为呢这个贵买指数呢是呈现一个重挫 那事实上我们先前有跟大家讲到 中小型个股呢请你一定要避开 所以我相信呢你手中呢应该没有所谓的中小型个股 因为中小型个股呢有些个股呢 普遍是呈现腰斩在腰斩的 那现在贵买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M头 所以现在呢这个季线呢如果站不上的话 这边呢中小型个股我会建议大家尽量还是不要碰 那我们也跟大家提到非常久 这段时间如果你是买全支股的话 我认为影响相对的比较小 比如说如果你是买台电台积电 了不起这边大概是回档了3%到5% 但是相较于这中小型个股回档50% 同样孰重孰轻即使你要去分辨一下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贵买再走一个一个应该说 我觉得一个比较偏弱势的走势 那这个加权指数呢就看看呢 这两万三千点什么时候可以站上 那这个顶位真的千万不要跌破 因为跌破中哥觉得很麻烦 那事实上呢今天往下杀 其实呢中哥也不会感到太担心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区间呢应该是有手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恐慌指数呢盘中呢 这大盘呈现重挫的时候 其实呢他没有跟着往上去做反应 所以我认为呢这边呢其实呢 聪明前呢并没有呢大局去做个撤退 所以这里要开始去往下重挫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爆点 那这个爆点在哪边 中哥目前也还没看到 你说川普关税是个爆点吗 我倒也不这么认为 虽然这爆点呢什么时候出现 其实呢大家也不用去猜 其实就是跌破今天的地点 或是跌破11月1号的地点 其实呢大家应该都知道答案了 所以现在就请大家记得 这个点位真的很重要 其实我们从刚刚录影到现在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这个点位很重要 代表说这个点位会决定 我接下来的仓位 也请大家要好好去留意一下 再来看到台电 台电呢其实呢这1000块 千元大关应该是尽情的首次回撤 那尽情的首次回撤 回来这里呢上下洗刷 我觉得很合理 那今天呢就是靠台电的贡献 所以使得加圈指数呢顺利的往上做收缴 那贵买指数呢就是因为没有台电 所以相对的比较辛苦一点 那现在你要去留意的是 这里的洗刷 如果有方向化 那你要特别去留意了 到底呢能不能守住千元大关 还是开始往下 那这边请你呢要去留心 那众哥希望的是什么 如果他有突然的往下 我一定会好好去留意了 事实上我们有跟大家聊到台电啊 或是鸿海 我们这边有做过一条解 都在等一个重挫低借的机会 那重挫难道要像上次一样 等到他跌停吗 嗯众哥认为 咦不一定哦 众哥有很多的拐点讯号 那拐点讯号台电跌停 只是我其中一个讯号而已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台电呢 众哥还不急 那看看呢什么时候会出现拐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呢 这调高关税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台电的先进制程呢 它是卖方市场 所以卖方市场 这也代表说 你挑高关税 那我就知道调涨这个报价 我把这个成本呢 转嫁出去 所以最终呢 还是老美这些云端厂 或是一些Apple这些要去做买单 那目前上上估计 明年赚60 后年赚70块 这个看法呢 目前市场上就是还没有改变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 我会好好突然有意中挫的机会 那其实呢 我们这些都有跟大家讲在前面 那这是呢 8月5号的时候呢 台电跌停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呢 呃 这个台电跌停重挫 往往会进到短线上的地点 所以除了这个拐点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讯号 那我认为说今天呢 台子期呢 这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那怎么说呢 如果你是指数交易者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 这个台子呢 进行的上下洗刷非常大 那如果你昨天也有交易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呃 这是台子的15分k 那昨天呢 昨天是先往下破底 先往下杀破底 原本仲哥认为 昨天下去应该就差不多了 但是没想到 后来呢 走了一个V转 睡觉的时候走了一个V转 那今天早上 又往下杀破地点 那再走一个V转 同样连两次 那我认为呢 这11月1号的低点呢 看起来就是有人在过了 因为已经先打一次往上 再打一次又往上 所以这代表说 这下方的这个支撑呢 还是非常强势了 那这边就重点就来了 这里呢 这里的这个低点 已经测了两次了 那如果再测第三次的话 真的下去了 那那个就是方向 那现在看的话 测了两次都可以往上做收缴 那我们就看看 这两万三千点 到底呢 能不能站稳 那原本仲哥认为 这里呢 应该有机会 慢慢逐出一个底部了 所以现在就请大家去追踪一下 台电跟鸿海 下一个漂亮的买点 那鸿海呢 其实我们昨天呢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认为 川普的高关税 对他影响 其实也没有太大 怎么说呢 请大家 待会听我说一下 那先让我来复习一下这一段 就是三月的隐形王者 然后120开始 一路的加码 来到这里呢 7月11号 我们有做了一趟的 互利调节 事实上在这里呢 我们也有做一趟调节 就是我们没有参加鸿海的除全席 因为当时我们跟大家讲 今年的除席 除全席案例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呢 除息之前先往上拉抬 就代表说除息后就没有拦后 所以我们是趁着贴息呢 贴息之后进场去做买进了 然后在这里呢 区间来回做 那这里呢 站上基线打加码单 事实上我们都有跟大家聊到 然后艾斯摩尔财报炸锅 我们有先做个获利调节 那也请大家 要把艾斯摩尔财报炸锅这件事情呢 一定要放在心上 因为我还是认为 半导体啊 这个晶圆设备 是接下来风险最大的产业 那鸿海这些我就先快速带过 这边呢 跟大家聊到的是呢 6月11号跟这个长龙阳明万海 为什么6月11号的这个长龙阳明万海 跟这个鸿海会有关系呢 现在请大家再听我讲一个小故事 6月11号的时候 在当时候直播的时候 我跟大家聊到 我们直接回过头来看一下好了 在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特别跟大家强调 这里呢 我认为高档呢 已经有人大量提款走人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可转载 其实已经大部分的转换完毕了 所以高档有人大量提款走人 那这段是在涨什么呢 这段是在涨 这以色列跟这个以阿战争 所以导致中东危机会让运价上做的上涨 但是在当时候我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就像疫情这一波 疫情这一波呢飙涨 其实很多航商呢 去买了非常多少船 那那些船呢 在今年呢会开始陆续交船 所以我认为呢 这边呢 应该不至于呢 让这个运价的工序是 所以在当时候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这里呢 请你记得反弹呢 或是持续在上涨 你一定要找个获利的调节点 那结果最后呢 这个货归行运呢 往下去做了一个修正 那修正过后 这段是在反映什么呢 反映川普的可能当选 因为我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川普的高关税预期 很多企业会开始提早 这个囤货 提早这个备货 虽然目前大海上 是在抢船 抢仓 抢柜 所以也使得呢 货归航运呢 跟散装航运呢 这边呢 往上去走了一段 但是在那个当下 我们有特别提醒大家 在川普正式上任之前 我会把这个货归航运 跟散装航运 做一趟获利调节 好 故事讲完了 我接下来要讲我今天 想跟大家聊到重点了 这是6月11号 跟大家提到 货归航运呢 请你要先避开 然后11月15号 我跟大家讲 我会开始往这边 去做一个强短的动作 因为散装航运 跟货归航运 我们看到 资金有流入的现象 在11月20号 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这种哥们会在 川普上任之前 做个获利调节 所以这也代表说 当川普的关税政策 正式出台之后 那个就是一个 很漂亮的下车点了 那我现在跟大家聊到的是 凡事总是一体两面 现在企业开始在积极拉货 囤货 那这也代表说 极单效应 这些AI server 原本大家担心 AI server 会是重灾区的 我认为短信上 反而有机会 因为极单效应 而做了反弹 你对墨西哥加征关税 好 那我现在 从现在开始 在你正式上任之前 或是关税政策 正式出台之前 我赶紧加班生财 赶紧赶快出货 能出多少货 就出多少货 所以这边你可以追踪一下 11月跟12月营收 这边有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大盘在重挫过程中 其实有蛮多 这个AI server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一个 没有再继续往下破跌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鸿海 鸿海今天呢 虽然说有在往下 但是也开始呢 收了一个十字线 或是我们可以看到广达 广达今天有做了一个翻红的态势 那或者是6669 微影 今天也是上涨在4%左右 所以ODM族群 会不会开始去反映 这极单效应 那这边呢 就请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向呢 去做参考 原来上涨中哥 看到拐点出现的时候 一定会开始去做个进场 那这拐点 我刚刚有特别聊到 我不会等到台电跌停 或是鸿海跌停 才会做切入 我只要看到拐点 我就随时准备要进场 所以你想跟着我们一起来赚台电 想跟着我们一起来赚鸿海的 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 鸿海呢 这边能不能买在200块以下 台电能不能买在1000块以下 这边一个很关键的价位 你一定要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这边就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然后这次我跟大家聊到 鸿海的这个全球化布局 其实非常广非常深 你要担心的是 现在才要去美国设厂那些企业 因为这些都太慢了 因为你盖场最少要一年的时间 最快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类都我觉得都太慢了 所以鸿海请你呢 跟着我一起来好好的留意买点 那时间的关系呢 我要快速聊一下这个美债 美债呢 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到 川普的政策其实会非常反复 会让美的这通膨呢 有可能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美债殖利率呢 是往上做飙升的 那现在来看的话 鸿海的主席呢 这FOMC会议 其实他有聊到 他还是呈现渐进式降息 所以这也代表说 降息循环仍然是一个趋势 但是我要特别跟大家叮嘴的是呢 你千万呢 不要反弹上来才会做追加 我的角度就是我用个存在角度 有长黑我就买一些 横向打底我就买一些 那次呢 我绝对呢 不会去买再一个红K棒 那这边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呢 这里呢 中哥有点想来开杠杆了 开杠杆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一定会只有买陷骨而已 我这边呢 还会稍微开一些杠杆 那这杠杆部位呢 我相信呢 不管是陷骨还是杠杆部位 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会非常感谢我 叫你买美债 因为我们买美债 是为了买财富重分配的入场券 而不是呢 为了短线上的价差 这个我们跟这个 这个出发点就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仔细想想 中哥为什么在这里 要叫你买美债 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赚短线价差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所以呢 这个最大优惠呢 就是就到今天最后一天 所以要0223219933 0223219933 当然你可以填写 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那我们明天见咯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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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好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